今天詹姆斯最后时刻连续的关键球表演 证明了他依然还是王者 胡人在他的带领之下成功逆转太阳 迎来了赛季首胜 同时也是一场产胜 在进入第四节之前 胡人队已经落后太阳整整12分 估计很多人都准备看胡人的笑话 可是末节一开始 胡人祭出了铁桶般的防守 3分55秒的时间 胡人打出10比0冲击波 一举追上了比分 随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防守大战 比分也一直陷入胶着之中 最后三分多钟詹姆斯开始发力了 一个一打三拉杆上篮 一个一条龙快攻造成杜兰特犯规 并且两罚全中 截止到此时 胡人打了太阳一个19比3 成功反超了4分 2分19秒 詹姆斯这次抢断杜兰特传球 一条龙发动快攻 虽然被杜兰特破坏出剑 但詹姆斯旺盛的战斗意志 依然鼓舞着全队 1分55秒 太阳队终于得分了 杜兰特一个中投 一个快攻上篮2加0 把比分追到了91平 然后又是詹姆斯 1分11秒 强力突破上篮 再次拿回两分领先优势 41秒 詹姆斯持球单挑 突破上篮 再次命中 胡人重回4分领先 再一个回合 杜兰特持球单打不中 里夫斯照成犯规 两罚一中 基本宣告胡人赢球 整个第四节 詹姆斯一分钟没先 六投三中 四罚四中 看一下了十分三板 两助攻 可以说没有他的玩命 拼搏 就没有胡人的这场胜利 反观拉塞尔 莫杰三中零 如果不是他反复卧底 胡人根本不至于 打得如此艰难 还是那句话 赶紧把他交一轴吧 换个能得分的来 詹姆斯这把年纪 不可能长场第四节 这么打 太阳队的杜兰特 虽然今天表演了一把 孤胆英雄 但他终究能够赢回 比尔和布克 届时便能当个射手 舒舒服服 打打养生篮球 而詹姆斯 他只能背负着水拉 日负一日 负重前行 赶紧动手吧 除了指环王以外 叫拉塞尔的都不靠谱